各位观众 今天是感恩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按照惯例 只交易半天 再在半天的交易中 特斯拉又创历史新高 直逼六百大关 盘中曾经到过五百九十八块多 收盘也涨了十几块 为今年 整个波乱壮阔的所谓的EV Revolution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又写上了一个浓墨仲裁的一笔 受此之计 相关的所谓的EV板块 都表现不俗 从这里面 我都发现梳理一下 今年在EV革命里面 催生了一批 就是私人公司去跟SPAC合作 落开传统的 走漫长的IPO的步骤 而直接合并上市 接SPAC上市 这里面有很多 像千业政治我们讲的 像Charge Point 在整个北美市场 拥有70%多市场占有率的 充电 业务的 私人公司跟Switchback Energy 合并 这个SPAC 过去两周也涨了两倍 从今年回过来看 不仅仅是电动车行业 包括AI 自动驾驶 像 跟 Gorris Metropolis GMHI 这SPAC 合并已经发出公告的 这个 在自动驾驶领域的 领先企业 LUNA Technology 也会在下周二 有股东标决 决定更名的时间 那么也值得期望 今天盘州也涨了百分之多 那么 回国的其他行业 跳开这个 EV革命这个 我们讲生态圈 像年初到现在 4月份 合并上市的 像这个 网络 这个赌博的 DraftKing 也走出了 波乱状况的行情 它是跟 Diamond Eagle 这个SPAC合并的 所以 DraftKing 今年 在市场走私 跟另外一家网络 这个博彩公司 叫Pen 走私 都差不多 都给投资者带来 很大的回报 那么 在 EV里面 还有一个SPAC出名的 就是Walkhouse Walkhouse 本身不是一个 SPAC公司 但是它 拥有一家 名字叫 Lodstorm 这个Motors 是一个电动 皮卡公司 10%的股份 那么 Lodstorm Motors 它准备和 DPHC 这家SPAC公司合并 并上市 所以受此消息 刺激的Walkhouse 今年 从年初到现在 涨了740% 这是很 可观的涨幅了 将近8倍 所以 回说一下 今年这个波乱状况的行情 无论是道琼斯 还是 标普500波国 纳斯达克 这首都跌创 历史性高 在这过程中 我们讲 以特斯拉为首的 这个电动汽车行业 使 分外 引用注目 尤其让中国 在海外 在投资美股的 投资赚的 赚满泊满的所谓 像蔚来 汽车 理想 小鹏 等等 一系列电动汽车行业的 像蔚来前一层市 到700多亿市值了 小鹏也到500多亿了 不得了 难以想象 那都赶上 比国内的什么 传统的一气上气 二气的市值 要高得多了 在一国上 这是一个造车新势力 新能源汽车 电动汽车 都领风烧 回过来 就关注到 在美股市场上 作为传统IPO 另外一种方式 SPAC 特殊目的 勾病公司 在今年也大放异彩 好多 属于EV领域的 远道 在产业链中 是去充电的业势 都已经 跟SPAC合作 趁着这个市场热潮 估值比较高的时候 火速上市 是的 我们在观察是 这个 今年股市中 一套独特的风景 现在看来 EV革命 还将继续 我们可以 持续关注 在这个领域的一些 即将和SPAC合并的公司 当然 涨酒变点 如果一旦高度泡沫化 当然 这可能会引发市场回调 但是 估值合适的 那些有千金明确的公司 还值得可以 投资 今天就聊到这里